被心意的笑声 第29课 笑的备忘录 课文 笑的备忘录 1.大脑能听出笑声的真假 真是岂有此理 难道我们听到庸俗 不上档次的笑话 假笑两声 敷衍一下也不可以吗 可是好像确实不行 诸位 如果你不想难堪 不想让别人发现 你发出的是虚伪 违背心意的笑声 你可以回避 你可以不表态 可以把话题插开 可以装聋装牙 但不要跨舌天族 违心的笑 因为只要你笑 不管你多机灵 不管你掩饰的多么周密 别人都能看出你的笑 是真心实意 还是虚情假意 装模作样 有人不禁要问 人是通过什么途径 识别笑背后的真实情感呢 研究者发现 我们在听到 发自内心的笑声和虚假的笑声时 大脑会呈现出完全不同的反应 假笑声会激活大脑中用于破译情感信息的特定区域 同时大脑会自动分析假笑的缘故 假笑者想隐瞒什么 以及 假笑者的意向 诚挚的笑声则会激活大脑中与快乐和积极情绪相关的区域 为了证实这一理论 一丝不苟的研究者让志愿者倾听网站视频中的笑声 同时记录他们大脑的反应 并将志愿者听到真笑与假笑时大脑的反应做对比 测试结果一目了然 志愿者在预先未被告知测试目的的情况下 仅凭直觉就能准确地分辨出假笑声 天呀 人的大脑中竟然深藏着一双能够盼测他人喜悦之情真伪的眼睛 研究者指出 人类大脑对于笑声中所隐含的社会和情感信息非常敏感 这不完全是智商问题 当志愿者听到笑声时 会开启大脑中与心智相关的区域 从而过知他人的情感或精神状态 有些志愿者还动用了大脑中控制运动和感知的部分 进而更精准地提炼出真假笑声背货的信息 二 笑未必是最佳良药 中国人喜欢听相声因为他逗笑 笑有利于健康几乎得到了全世界的认可 笑一笑十年少 一笑解千仇 不仅被大家认可 甚至被一些人当作生活的座右铭 中国人深信开怀大笑也好 哈哈傻笑也罢 那二世私下里偷偷的笑都会是生活中最通用 而且管用的致病良方 有研究证实 笑可以调节情绪 可以促进血液循环和腹肌收缩 一百次捧腹大笑所吸收的氧气 相当于用蒋划船十分钟的吸氧量 有人做过这样的试验 开怀大笑一整天 可以燃烧掉两千卡路里 从而帮助消耗脂肪 减轻体重 同时 笑有助于缓解 动脉硬化 有助于消除紧张感 这就是笑有利于健康的实质性的证据 然而 笑真的是人生旅途中的最佳良药吗 答案似乎不是那么肯定 有研究人员表示 笑也不是有百亿而无一害的 有时它还会产生副作用 有医生就碰到过这样的案例 有人在肆无忌惮的效果后 因心跳加速而昏迷 而大笑到几乎笑破肚皮 可能会导致差气 心脏不舒服 甚至损坏人体健康 新的研究结果 对笑有百亿而无一害的观点 提出了挑战 似乎更倾向于笑不是坏事 但分寸要掌握得恰到好处 可是多数人还是深信 笑的是非无需探讨 任何形式的幽默 伤害风险都不高 其收益则是显而易见的 况且真是好朋友在一起 高兴了起起哄 或是遇到了开心事 哪里还顾得上斟酌分寸 掌握得恰当不恰当呢 第29颗 下期待会订阅